在我們身邊有首飾設計師Ronald 你好… Ronald, 你好… 我有個疑問, 我們的製作人家 是介紹男人潮流的東西 但為何有這麼多女士的首飾 頸鏈、叮叮等等在這裡呢? 是否覺得我們倆都很適合帶女士的首飾? 其實現在的潮流, 男士都開始戴首飾 而且潮流是男士和女士戴同款系列的首飾 可能會增加他們的感情 即現在開始沒什麼分別 真的嗎? 例如戴一顆鑽石頸鏈的一顆定住的頸鏈 我戴一顆這樣, 會是男士一起戴女士的款式? 這些是比較簡單的款式 因為現在很多首飾都會中性 男女都可以一起戴 你可能會像別人穿情侶裝 你戴情侶裝的首飾都會有這種效果 中性 所以中性就一定是十字架 即是無分色的 很穩陣的 Ronald, 你的首飾設計 全部都是香港的情懷 是的 譬如我們這樣 像那些年輕人一樣 對, 我們這麼中性 你覺得我們男士適合帶什麼?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有這個 這個是瀑仔糕的領針 瀑仔糕很貴 瀑仔糕有金 有紅磚石 對, 這是奧地利的水晶 對 因為很多男士會出席一些比較隆重的場合 現在都會帶一些首飾 是呀, 有時經常跟名媛去球 有時我老婆是名媛 是呀, 太大一起去 就是這樣 你戴這些領針的位置 你一件衣服看上去就不會那麼單調 是的 我戴什麼呢? 戴上白色 對, 戴上白色 為何會選擇這個給我戴呢? 因為瀑仔糕有兩種口味 我們平時見到會有黃糖和白糖 設計這個系列的時候 我去了不同的地方取材 試過去雞蛋糕店 看著他們怎樣生產 怎樣整理 為何要這樣做呢? 就這樣投資了 你不買完整品 然後照著去做就行了 不是, 因為你要有那個感覺 你才會把那件東西的感覺 投射回首席 最重要的要有那個感覺 我們這些就是普通商人 做到沒那麼做就行了 太低層次了 這一條是首席 是的 這個首席 我會想起有幾個大品牌 他也是專門推出的就是首席 而且他推出了 周邊有幾百個 叮叮噹噹噹 每一個都從你計算的 這個是不是就是那個理智的概念 是的, 他可以 因為他其實都可以換不同的配件 你覺得單調的時候 你可以多買幾款 你會因應不同場合的時候 可以換 全部都是街頭小吃 為何你特別會設計這個情懷 來做你的概念 你以前很喜歡吃街邊的 不是, 因為香港的特色小吃 你好像外國人 或者是你本土人最常接觸的 就是街頭小吃 厲害 是的, 因為你好像你跟外國人聊天的時候 有甚麼會令到他們會有共鳴呢 那可能他們會來香港 第一件事可能會吃彈撻 會去菠蘿油 菠蘿油 就是跟外國人聊天的時候 有甚麼會令到他們第一時間立即會想起我們香港 就是這幾樣小吃是最令他們有肯定的 Ronald的設計是你解決到一些男人 過時過節買禮物的煩惱的感覺 因為你知道情人節又要買 復活節又要買 清明又要買 然後端午節又要買給你 清明又要買給你 送給女朋友也一樣 二萬五 有沒有買完 大家可以一起帶到、分享到的 你們的設計是 其實現在開始的首飾都很中性化 好像我們現在有些大小的尺寸 我這些系列是你特別的 是的 那好像這些 我雞蛋仔的我會有大小尺寸 有一個袋子 是的 它可以拆出來嗎 那個雞蛋仔的袋可以拆出來的紙袋 是的 那就可以吃掉了 你可以拆出來的時候 只是獨立戴這個 或者是兩個穿在一起戴都可以 很可以試考 是的 這個是不是我手上的 這是彈撻系列 這個是鑲上奧地利的水晶 這個還不是彈撻王 是的 這個是燕窩彈撻 這個酥皮還是甚麼 香港的牛油皮 所有它的特色就是 它是由這個帽子來做出來的彈撻 我想找一些不拆得 有沒有一些不拆得的 有 菠蘿包是不拆得的 但是它有個機關是可以打開的 我擺東西給你 擺甚麼呢 當然是擺合照 那些好像時光倒樓70年那些 你擺在後油裡面嗎 是的 你會看到 打開就會看到你太太 私隱的照片就會在裡面 這麼生氣 還要黑白照 在沙灘拍的那些黃金海門的沙龍 1960那些 彈撻裡面這個餡料 做得好像真的彈撻那麼精型通透 因為我這個真的用了 我去找這隻質地是最似的 這隻是米黃玉來的 可能在彈撻店看到它放久了 彈撻是塌了 但其實新鮮剛剛好焗魚出來 是真的這樣賭身的 Warno真是好 你說這麼久 你弄得我我不知道為何很餓 我們現在不如去吃蛋糕吧 去掃街吧 對 真的 Warno, 真棒 這間位於銅鑼灣的樓上古著店 收藏不少來自美國的古著 很多都有幾十年歷史 絕對買一件少一件 以前小時候穿親戚的舊衣 為了節省, 希望可以不要浪費 但現在的古著絕對不省 因為隨時比新衣的價錢更貴 亦成為了一種潮流文化 你好, 士師 你好 這裡有很多古著衣服 古著是否穿過和二手 當然, 因為古著不屬於這個年代 生產的東西 但是我們自己是從美國進來的 那些古著全部都是 是, 是不是美國人 外國人才會把自己穿的衣服 拿出來賣 也不是, 其實不關美國人的事 你說興古著就是九十年代開始 日本人就會興起這個 他們會去美國找一些牛仔褲 是的 對, 牛仔褲或軍褲 他們自己做一個潮流出來 直到現在 對, 我有聽說過 古著的衣服 很多時候都是軍服 在軍人身上拿出來 又看到有子彈洞 那些軍人是否在軍人的屍體脫出來 會不會是不太乾淨 那又沒那麼誇張 因為美國有一個文化 這次的文化就叫Yardsell 在他自己本身的後花園 會把衣服拿出來買 那些軍人可能是他爺爺流傳下來 又在後花園買 所以就流出來 這個是不是棒球褲 對, 這個叫棒球褲 但其實不是打棒球的時候穿的 是以前學校出給學生穿的 我們只用來補亂 這個章可能會引起自己大學的校章 但這件衣服挺硬的 很硬 手袖… 因為手袖都是用這個被子來做的 因為耕磨, 他們可以穿很久 而且很有趣的 他們的棒球褲會用不同的物料 一件衣服裡面有很多物料 譬如有皮、有煎、有羊毛 這件衣服大概是多少年前 這個六、七十年代 對, 比我大很多 是啊 幾十年了, 可以硬正 對 而且以前的肌肉很可愛 很高的 你看這個 對, 袋子 因為有時候有點不遷就 所以如果現在要出這些棒球褲 你會發現袋子也會比較低一點 遷就現在香港 而且衣服也很短 對 這件衣服是軍套嗎 對, 沒錯 這件叫做M1941 在1941年的時候推出的 我老婆的年代 是, 這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陸軍 穿著這件衣服去歐洲打仗 穿著這件衣服 有不同型號 因為你看到的軍套 可能是空軍的 這件是陸軍 可能保暖的程度就不需要那麼多 這件唯一不是著重於功能的 是由美學的出發去穿這件 就是設計這件衣服 軍人可以穿著去喝的 這件是Tom Hens 在雷霆救兵穿著打仗的 就是這件 早點說 對, 就是這件 這件還不是華碟嗎 你真是華碟 華碟那時是很流行的 對, 那時是很流行的 這件是六、七十年代的 這件是1937年的時候推出的 這件叫506XX 80多年? 對, 距離現在80多年了 很厲害 80多年, 嘗嘗, 還是這麼硬 不過你放心 牛仔其實很耐磨, 很耐磨 所以你怎麼穿也不會怎麼爛 這件衣服80多年 就是鎮店之寶 對, 這件真的是鎮店之寶 193多年 應該是否第一批做牛仔外套 對, 沒錯 當時興起的 對, 那這件… 你猜猜多少錢? 這件的, 千多… 這個… 八十多年了 五千呢? 這件要八千至九千左右 對 對 這件真的很貴 因為還要是這麼小的 要斷步的計算是非常貴 因為其實牛仔外套 你猜穿的東西 大小越小會越貴 因為很難找到 如果大家有任何自潮自困的玩意 活動、潮物或者地方推介 隨時電郵給我們 詳情可以瀏覽這個網址 我可以知道… 我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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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